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民众愤怒地 抗议美国政府16号做出的决定 将本来应该发放给联合国 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处的援助经费 1亿2500万美元 冻结6500万美元 只拨款6000万美元 维持这个机构的短期运作 阿姆瓦成立于1949年 也就是以色列1948年 赢得第一次中东战争正式建国的隔年 当时战争导致70万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 目前受联合国援助的巴勒斯坦人 已多达500万人 这个组织主要提供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援助 美国国务院解释冻结部分款项的原因 美国政府的举动毫无疑问地 对已经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难民 雪上加霜是沉重的一级 美国政府的这项决定 和川普2017年12月6号 违背国际间绝大多数的共识 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激怒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因此决定不再接受 任何美国提议的以巴和平计划有关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 15号宣布暂停承认以色列 巴国总统阿巴斯严厉谴责川普的决定 巴勒斯坦因此决定 什么是奥斯坦协议 1967年6月 以色列打赢6日战争后 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 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多次通过决议 要求以色列撤出西岸 不仅遭到拒绝 大量以色列居民 还被允许移入当地居住 形成两国人民混居的复杂局面 巴勒斯坦居民不断的抗议 爆发冲突 1993年8月20号 在美国居中斡旋下 以巴双方签订奥斯陆协议 约旦河西岸因此被区分成三块 Area A gave Palestinians total control over security and government This makes up about 18% of the West Bank but most of the Palestinian population centers are here This was a big deal because it gave Palestinians self-rule for the first time Area B was designated for Palestinian government control while retaining Israeli security control meaning the Israeli military remains very present there Area B is about 22% of the West Bank Area C remained completely under the Israeli military and government control This is where all the settlements are in Area C It's about 60% of the West Bank 奥斯陸协议开启巴勒斯坦自治之路 并确认通过各方谈判 寻求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 同时并存的最终解决方案 1994年 以色列外长佩瑞兹和总理拉宾 以及当时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特 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协议签署后 有人视拉宾为英雄 也有人认为他是出卖国土的叛徒 1995年 拉宾遭优异激进分子刺杀身亡 巴勒斯坦一连串自杀炸弹攻击 以巴和平无影为继 奥斯陸协议遭到无限期搁置 现在因为川普决定承认耶路撒冷 为以色列首都 迫使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宣告奥斯陸协议死亡 我们可以说没有任何处 如果这事有关于我们的利益 在我们的未来 在我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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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巴斯表示 美国没有资格担当调停者角色 巴勒斯坦只会接受 由多国或多个组织主导的和谈 自从川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 为以色列首都后 巴勒斯坦人持续上街抗议 不断地和以色列发生冲突 16岁的青少女塔米米 目前成为新一代 抵抗以色列的象征 12月15号 她和表亲在约旦河西岸住家外 大声要求以色列士兵离开 脚踢和以手掌裹对方 因此被以色列当局拘留 遭控告犯下袭击在内12项罪名 最长可能会被监禁14年 悲惊地 宣布不承认 任何谈论 被监禁14年 关于两种法律的法律 依然是以色列或是巴勒斯坦人 而且是法律的法律 也应该被监禁14年 约旦河西岸地区和法国巴黎 都出现要求释放塔米米的深渊行动 国际特赦组织 也促请以色列立即放人 以巴难题本来已经复杂难解 川普上任后 政策上清巴重乙 对当地情势形同火上加油 美巴关系持续恶化 江汉教派争端 阿拉伯与以色列关系 以及反恐问题等相互交织 使未来中东局势发展 更具不确定性 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 会受到损害 也对世界和平发展 再次埋下不安的种子